三年一生的离竹,两晒十天,去除部分水分,用破竹刀四面对开,分成八片,再竹根抛成五十根细竹丝,这些竹丝是团扇的扇骨。 在扇饼的竹节酸孔,插入竹条做成扇框,这是为扇面骨架定型。 棉线上下交错,绕过每一根竹丝。 去除扇骨上的道字,涂抹江湖,用断或宣纸进行表装。 江湖的浓稠度,要随季节变化来调整,力度也有讲究。 用力过大,扇面会翻翘,用力不大,扇面粘不牢。 团扇的美,不只在它的形质和材料。 在中国传统中,团扇寄托团圆美满,是握在手中的一缕清风, 煽动起中国人岁月静好的绵绵其远。 那华王,你还感到美满,是吗? 准备好,打准备好。 找到了,找到了。 好美啊